第十一章 神的荣耀 使他恩典的荣耀的这称赞 这恩典使他在爱字里 使我们成为可悦纳的 以福所书一章六节 我们所已经思想过的一切 和使徒接着要告诉我们的一切 神都已经为我们做成了 这都是神按着自己 一之所喜悦的而做的 他并不是因着受到我们里面 任何事物所感动 才做这一切的 这乃是完全出于他自己 救恩并不是根据人类的 渴慕或祈求 因着本性 人类是在罪恶中的 并不可目得救 救恩并不是神这一面 对人身上任何事物的回应 它是完全来自于神的 神是被自己的恩典 怜悯与慈悲所推动的 使徒已经强调过这个真理 接下来他就要告诉我们 神为什么要以这方式来行事 我们在此见到救赎背后 伟大的动机 就是神内心与智慧中 终极的目的 这救恩之伟大 穆德所造成的一切福分 全都是由他所引致的 这一切的终极动机是 使他恩典的荣耀的这称赞 全是为了神的荣耀 但令人震惊 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是 神定义要在我们身上 并借着我们来彰显那荣耀 我们已经蒙照成为圣洁 并得着儿子的名分 为的是要及我们使他恩典的荣耀 得着称赞 请留意这一切陈述是如何连接起来 以及这一切如何使他恩典的 荣耀得着称赞 使徒向我们指明 我们应该如何根据这一切来看待自己 以及我们该如何来回应这一切 我们公开宣称自己是基督徒 其最好的试验莫过于看我们对这些事的态度 他是否与圣经提及神的救赎计划之刃 一方面所用的词语一致呢 圣经始终是令人悸动的词语 来提到神儿子降生在这世界上 旧约时代的先知 在预言神的儿子降世时 也达到他们的顶峰 举例来说 请想象以赛亚 如何在第四十章论到这事时 达到了他全书的极致 所有先知书的作者也都一样 新约圣经接续这个主题 尤其是在那些探讨基督降世的荣耀经文中 保罗说 大灾 敬虔的奥秘 当他默想神在我们的旧书上的荣耀时 始终是迸涌出赞美和感谢来 这是这个世界上所曾发生 或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中 最令人震惊的事 神的儿子从天上来到这个世界 始终是圣经中赞美 颂容与感谢的一个主题 所以我要问 我们是否也如此回应他呢 他在我们身上是否也有这种影响呢 我们既是人类 就都有表露我们的反应 我们的热心的倾向 你只要在星期六下午经过足球场 就会发现人们非常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感受 同样的事也发生在他们听场演奏 或看见令他们心悦之事的时候 当他们读了一本喜欢的书 就一定会告诉别人 并且谈论他 论到神的儿子将士 我们这些基督徒是否也有这样的反应呢 今天在教会外面的绝大多数人 甚至连听听福音都不肯 我有时很怕其主要原因是在于 我们没有留给他们一种深刻的印象 觉得这是曾经发生过的最奇妙的事 我们没有照着应有的光景 来歌颂赞美他 来称颂神的恩典和荣耀 所以世人也就漠不关心 使徒在这节经文提醒我们 教会里面的整个气氛 应该是赞美的气氛 使他恩典的荣耀得着称赞 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所以就让我们继续来发觉 看看是什么是值得我们如此赞美 称颂和感谢 关于救恩 头一个也是最伟大的一个真理事 它是神的荣耀的启示 使他恩典的荣耀得着称赞 你若喜欢 也可以说是 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就如他自己在他的恩典里面 并借着他的恩典所显明的 这是赞美的主要理由 我们几乎不可能谈论神的荣耀 因为我们的语言 我们的用词 我们的文字 都不足以表达的任何真实的含义 但我们可以说 神的荣耀就是神的基本性质 就是纳使神为神的 西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说 主耶稣基督不单是神的位格的真相 也是神的荣耀所发的明亮和光辉 如果有一个词语 是比其他任何词语更能形容甚的 那就是荣耀这个词 它包括了美丽 威严 或者还有更好的 就是光辉 它也包括伟大 能力 与永恒的观念在内 这一切的词语 全都包含在荣耀这个词语里面 我们不可能越过它 使徒约翰在他所写的头一封书信中 所用的词语 也提示了这灿烂的光辉 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 关于救恩 头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真理事 他向我们启示出神的荣耀 神的威严 光辉 我们在九月圣经中发现 这个词常常用来表达神直接的灵在 《猎王记》上第八章里我们读到 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圣殿 有许多地方也都告诉我们 神的荣耀始终留在 会幕和圣殿的最深处 在施恩座的月柜上面 有基禄博 神显现 临在的荣耀也在那里 我们看到甚至连大祭司自己 都只获许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去 而且无不带着血进去的 这是因为神的荣耀住在那里的缘故 那时我们对于神超然的荣耀略有概念 而且我们注意到 它一般而言 都是与我们的得救的概念有关 荣耀与施恩座 一起出现在最里面的至圣所 圣中之圣 一般说来 提到神的荣耀时 总是以某种方式 将它与神处理人类得救的问题连接起来 沿着整本《旧约圣经》来追溯这一点 是至为有趣的 相当令人惊讶的是 我们头一次见到它 是紧接在人类犯罪之后 在那以前 我们知道神与人 人与神一起在乐园中相交 一切都是实权实美 但爱在 人类竟听从了魔鬼的话 它悖逆和犯罪的刑法 就是被逐出乐园 然后圣经就告诉我们说 在伊典园东边 神安设的基路伯与发火焰的剑 以阻止人回到乐园和生命树那里 我们知道基路伯和发火焰的剑 乃是神的荣耀的彰显 神的荣耀导致罪人的刑法 并使他留在刑法中 直到神向人启示了一条蒙赦免 与他和好的路 我们在《创世纪》第十五章读到 神赐给亚伯拉罕一个机会 能以一窥这道路 同样的 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前往迦南地的行程中 我们也看到白天有云柱 黑夜有火珠一路引领他们 那就是一个实例 说明神把他那与他们的德 就有关的荣耀向他的百姓彰显 我们也记得以赛亚所作的描述 说到他蒙照作先知时所发生的事 他见到一个异象 圣殿被主的衣裳下摆遮满 他说 因呼喊者的声音 门槛的根基震动 殿充满了烟云 主的荣耀向他彰显 他就说 我是嘴唇不洁的人 因着这个经历 他极其谦卑 但是当我们来读新约圣经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成分 在其中说得更为清楚 在宣告到成肉身的抒情尸体中 我们看到 当牧羊人在夜间看守羊群的时候 忽然有大队天兵喊着说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紧接着就说平安喜悦归于人 每一次提到救恩的时候 最为显眼的就是神的荣耀 救恩最主要的乃是启示那荣耀 无怪乎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信中说 所交托给他的 乃是可称颂之神的荣耀福音 在写信给哥林多人的时候 他则说 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 已经照在我们心里 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 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当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最重要的乃是把神的荣耀启示出来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这就是我们想到救恩时应该用的方式 他是否以惊奇 赞美与震惊充满我们呢 我们是否明白 盲兆是要使他恩典的荣耀得着称赞呢 罪的主要因素乃是我们不把神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 同样的 救恩最重要的一件事乃是 它使我们得以体验神的荣耀 我们对罪的观点已经有所偏差了 我们很容易认为某些行为才是有罪的 而且当我们说我们犯了罪时 意思是我们做了某件错事 而且正在承担其后果 论到罪 这一切全是真的 但罪的真正本质却是 我们没有把神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 人之所以受造 原初就是为了要荣耀神 就如小本要理回答所提醒我们的 人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荣耀神 并永远享受他 而罪恶极可憎的特性就是不荣耀神 同样的 当我们想到救恩的时候 我们首先想到的 也不应该是他能够把我们 从某一些特定的罪 甚至从定罪中拯救出来 他当然包括这些在内 但他最主要的乃是 神的荣耀已经透过他向我们启示出来了 就是那照着我们的本相 用我们入怀之爱与恩典的荣耀 当我们想到救恩的时候 首先想到的应该始终是神的荣耀 根据圣经看来 传福音的时候 若单单强调我们所得着的大益处 以及我们能在不同方面蒙解救 却从来不提这一切所启示出来 知神的荣耀 这种传福音方式是应该受到批判的 我们必须强调 我们的得救乃是神的荣耀之大与至高的彰显 神的荣耀彰显在神所做的每一件事上 他可以在大自然中见到 诸天树说神的荣耀 我们之所以没有在其中见到这个荣耀 是因为罪使我们变得如此盲目 我们仰望天空 根据科学家的距离观点来想这些星星 但诗人却看见神的荣耀 神创造了星辰 将它们依序百列 将行星安放在轨道上 季节变化也同样见证神的荣耀 但人类在最终却看不见这一点 敬拜是奉受造之物 不禁奉那造物的主神的荣耀彰显在花朵中 事实上也彰显在一切受造之物里面 它们全都是他的手所造的 但人类在最终却对此视而不见 神的荣耀同样也可以在历史中见到 若深入查看 我们将会发现神掌管一切的历史 人们谈论他们的计划 野心与战争 但很明显的 是神掌管这一切 这一切全都在他全能的手下 这尤其可以从旧约圣经的历史中见到 诸如洪水 出埃及 分开红海 分开约旦河 尤其是神在西奈山上颁布律法的事件 但我在此所要强调的是 从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所蒙的救赎中 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荣耀达到了极致 首先 我们是在救赎中 能以最充分地见到神的智慧 我再重复一次 这可以在大自然中和历史中见 道 但若要看见其真实的荣耀 你就必须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来看他 只有神的智慧能设计出我们的救恩 我们已经说过 人类落在一切烦恼的光景中 都是罪所造成的后果 历史书记告诉我们 是人为此所做的一切 人类计划他的蓝图 企图建设他的乌托邦 想依靠教育 政治 以及其他无尽的补救措施 但现今世界的光景 却证实这一切都已失败 正如保罗所提醒哥林多教会的 人类的智慧总是要归于无有的 我再重复一次 只有神的智慧 才能设计出我们的得救 从以洪水来审判世界一世上 就可见到这一点 如果我们透过基督徒的见解来看事情 每一次听见雷电交加的轰动声时 我们都会赞美神 并从中听见他的大能的彰显 但这一切仍然无法与他在救赎上的大能相比 一方面 他的大能击溃撒旦 使他的工作贵于无有 另一方面 则使我们领受一切积极的福分 这两方面都教导我们相同的功课 所以保罗在本章第十八至二十节说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他的恩赵有何等指望 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写的能力 是何等浩大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从死里复活 教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为了要救赎我们 神必须对付撒旦的权势和死亡的权势 他已经这么做了 而且掌握并胜过他们 以及其他一切有损于我们福祉的事物 神的荣耀也以同样的方式 启示在他的圣洁和他的公义上 接着摩西所赐之古老的律法 已经把神的圣洁、公义和公平 以及他对罪的观点和定罪 全都启示出来了 但为了要充分看见神的圣洁和公义的彰显 我们必须赶紧来到加略山这里 几度为什么必须受死 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 神的圣洁 神是如此圣洁 以致他若没有解决罪的问题 就不能拯救罪人 除了他儿子的死以外 不可能有任何失误满足这位 公义之神圣洁的要求 所以在狮子架上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 但最重要的 神的荣耀是在他的恩典中 向我们启示出来 我们心中必须会浮现一个问题 我们既是如此悖逆 傲慢自大 充满罪恶 神为什么还为我们的益处 而做了一切 答案就在于他的恩典 但除非你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看见他 以及由此照射出来的恩典 否则你将会对此一无所知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 戴维斯才在他的名师中喊出 伟大真神 你真奇妙 一切作为尽是无比 但你恩典荣光更美 显得更为庄严 神圣 在其中你看见他的爱 以及那爱的荣耀 就这某个角度而言 我所已经提示的一个事实 更为令人惊奇 神的荣耀至终要在我们身上 并借着我们启示出来 神已经拣选我们称为圣洁 为此目的而预定我们的儿子的名分 借着使我们成为儿女 成为圣洁 神把他圣洁的荣耀启示出来了 注意保罗 在这卷书的第三章 第十节如何说明这一点 为要借着教会 使天上执政的 掌权的 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使徒彼得则说 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 他们不完全明白这件事 但却详细查看他们 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 对父神说 凡是我的都是你的 你的也是我的 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 我们的主又说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蒙照 是要使他恩典的荣耀得着称赞 我们生活行为 行事为人应该存着这种态度 好叫人看见我们的时候 不得不说何等荣耀的神 除了全能神的荣耀以外 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解释这些人的言行举止 我们该如何根据这真理来看待自己呢 这是使徒的答案 我们已经蒙照了 我们知道他已经在爱子里 使我们成为可悦纳的了 很可惜的 英文修订译本和修订标准 本在这里的译法 全都偏离了原意 他们一作使他恩典的荣耀得着称赞 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但钦定本的译法则是 在爱子里成为可悦纳的 那比较接近使徒的原意 但甚至连这个译法 也不足以表达真正的意思 使徒在此所用的这个字 正是路加福音第一章 第二十八节所用的同一个字 天使进去 对他说蒙大安的女子 我问你安 主和你同在了 这个字的意思是蒙大安 修订标准本意做蒙恩人啊 我问你安 英文修订本则做你是蒙大安的 所以我们在这封书信中 也应该以同样的方式来翻译它 使他恩典的荣耀得着称赞 我们知道他在爱子里 已经赐大恩给我们了 这肯定是使徒所极力要表达的意思 他论到我们的时候所用的字 与天使掌论到同女 玛利亚时所用的是同一个字 蒙大安的女子 我问你安 他的意思是 在世上所有的女人中 神已经拣选玛利亚来孕育他的儿子 他是为此而受造的 好教神的儿子可以进入他的腹中 并由他而生 使徒也以类似的方式说到我们 他告诉我们说 我们已经被预定要的儿子的名分了 但甚至还有比这更大的 我们不单成为神的儿子 而且基督还进到我们里面来 基督在你们里面荣耀的盼望 在肉身方面 他怎样进到玛利亚里面 在属灵方面 他也照样进到我们 他的儿女每一个人里面 因此所要生的圣者 必称为神的儿子 是的 而且因为我们有分于神的性情 基督其实也生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和玛利亚 一起称为蒙大安的人 神已经拣选了我们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但我们确实知道 这意味着我们是蒙大安的 在创立世界以前 神就已经以他无限的智慧 和无限的爱 恩典与怜悯 决定要使你和我成为蒙大安的人 并决定我们靠着他的恩典 不单要蒙救赎脱离罪的残害和其后果 并蒙收纳进入神的家中 而且他自己的儿子 还要内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的身体要成为圣灵的殿 这就是使徒对于基督徒的观念 而当我们在这世上度过此生时 这也应该是我们惯常 对自己所抱的观念 我身为一个基督徒 所示的一切为何会如此呢 只有一个答案 我已经借着神的恩典蒙大安了 我把所有的荣耀归给他 夸口地当指着主夸口 这是不是你的救恩官呢 你是否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呢 或是你仍为自己保留一些荣耀呢 你是不是说是你得救的是你的信念呢 若是如此 那你就亏缺了神的荣耀 荣耀是完全属于他的 是他恩典的荣耀的这称赞 他在这恩典里 已经在爱子里大大恩待我们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